好 这个影片来分享四个方法 就是关于唱歌唱不上去的时候怎么办 着重在我的经验 不是教你怎么把你的喉咙的音域变高 这个我做不到 我以前在上海有很多年的舞台表演经历 在酒吧或者是在一些表演的场合 这种情况我当然会遇到 这四个方法我先说 都不一定是很好的方法 其中大概只有一个或两个适合你 然后大概会有三个到四个 你觉得很蠢 好 我们开始 好 方法一就是 你快要到那个唱不上去的那个字的时候 你就要假装很动情 真情大爆发 然后忽然哽咽 或者是唱出沙哑的声音 或者是弃音或者是假音 那我示范一下 好 来 听还哭的声音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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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你在离开我 是这样的心情 这也是一招 还有一种假装哑音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是这样的 这也是一招 或者是假装哽咽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是这样的心情 总而言之 这一招叫做快要到那个点的时候 假装动情 然后改变嗓音 如果你掌握得好的话 可以有戏剧性效果 如果掌握得不好的话 可能会被台下揍 好 这个第二招就有点难度了 它其实是在原来的和弦进行下唱另外一个旋律 这招在很多大明星其实都是用这招 因为他们原版的歌的难度都很高 但他们在演唱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唱上去 所以他们就会唱和声 有点像和声 就是在原来的旋律 比如说低三度 或者是低几度 低五度什么的 这两个说法 一个叫做唱和声 一个叫做低几度 我要老实说 我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告诉你真正的答案 它是怎么做到的 它有点像是一种灵感 是在原来的和弦下 原来的和声下即兴创作出另外一个旋律 我举个比较好的例子 就是那个Aerosmith 就是史密斯飞船 或者是叫空中铁匠 他们有一首歌叫做Pink 就是粉红色 那首歌的后面就是很高很高 但是原版的CD里面它是同时有一段和声 而主唱Steven Tyler 他在演唱会的时候都会唱那段和声 在那个时候 那听的人 因为那段和声也很好听 所以他听的时候 不会觉得他是唱不上去 而觉得他 为了这个演唱会的效果 在那一段唱一个另外的旋律 真是非常好拍拍手 那我这里再举个例子 就这个地方唱不下去了怎么办 就改编一个旋律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老所以 请把我埋在 真身天地 可以再变一点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留在 在这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以此类推 就相当于是 即兴创作了 那这个需要一点灵感 好 我们再来讲第三招 第三招来说 相对正常一点 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 前两招 你好像都用不来 而且可能会被打 第三招其实就是用 变吊甲了 那我们知道 这个变吊甲的原理 比如说 那如果我夹一格 就相当于每个音 都升了半音 再升一格呢 好 问题来了 用变吊甲可以 尽用物理的方式 来调整吉他的音高 来符合我们的音域 那往上夹就是变高 那往下怎么办 比如说一首歌 已经是这样了 你问 你问 我爱你有多深 受不了了 太高了 怎么办 那变吊甲 我能够夹负一格吗 不行啊 夹一二三四 越来越高 那往下怎么办 这时候你就要学会 另外一种调的直法了 比如说 你可以跟我要一个 和弦极数对照表 对于我来说 爱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首歌是 一一三 一三 minor 四四五五一 好 那为什么变那么高 因为这个Key有点低 所以你如果唱 低八度就会变成 一三三 minor 四四五五一 那有人说 刚刚不是说好用变吊甲吗 往上夹是变高 那变低难道就是 要换一个直法吗 那又太低了怎么办 那就是要两件事情加在一起 变成G调之后太低了 那再辅助于变调夹 比如说夹两格 G加2等于A 它变成了A调 觉得还是太低怎么办 那再夹一格 G加3就是升A调 也就是降B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那再变 再加一格 变成了G加4等于B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比如说不错 那再加一格 五格 G加5等于C调 你有神经病啊 我们放开就 放开弹C调不就好了吗 所以不要做太傻的事情 G调加了五格 变成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放开直接弹C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好 所以第二招比较 这是第几招 这一招 就比较合理 就是用变调夹 来做这件事情 好 这个第四招 就有点介于搞笑跟耍帅之间 它大概是这样的 好 我们今天这首歌就唱到这里 所以说这是搞笑的 就是大家会期待你 哇已经快要破掉了 还能唱吗 追梦赤子星也是这个例子 就是你快要到副歌的时候 然后说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台下一定是非常生气嘛 他们可能就会这样 或者是 或者是 这种表情 那 它是一种喜剧效果 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变种 就是 所以刚刚那个也是有点喜剧效果 就每个人以为你要来个大爆炸 没想到你忽然来个模仿流的话 死了都要爱 所以听的人大概就是三种反应 就是 或者是 或者是 这样 很不屑的表情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 因为这种感觉我们经历过 你在K歌的时候 很多歌你副歌唱不上去 所以你就忽然降八 第八赌场 那旁边的人就会觉得 哎呦你好逊好烂 那表情就是三种 记得吗 和 大概就这三种 那 怎么样突破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有一些情况 但比较少 而且比较危险 就是 嗯 我以前 也演出过一首歌 我记得吃夜空中最亮的星 它也是 AB两段的音域差很远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第二段 第八度的时候 做出一些效果 而且 这个整体的配器 还有你这个这个气场 够有自信的时候 呃 观众会以为你是 不是以为 观众会了解 你是经历过设计过的 这种音乐风格 就是比如说到了副歌 你低八度 但是有一点迷幻的感觉 有点老外的感觉 就观众会觉得 哎呦 怎么这样处理 但是这个对学吉他的人 听到来说 他没有借鉴意义 因为 一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情况 如果你副歌忽然低八度 我通常是很难听了 除非是搞笑的目的 那就是达到目的 因为蛮好笑的 观众有三个反应 还记得吗 呵呵呵 跟 跟 大概就是三个 好啦 这就是以上的四招 这就是以上的四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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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